大家好我是古代林醫師 大家好我是麻醉科醫師李嘉玲醫師 那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媽咪改造常做的幾個手術項目 還有麻醉相關的問題 那媽咪改造手術呢常做的手術主要有 第一個就是熔乳 第二個就是抽籽 第三個就是腹部蠟皮 是 那大家都知道媽媽在這個 補乳啊餵乳完以後常常遇到乳房萎縮的問題 所以呢這個要恢復 胸部的這個美麗跟肩挺呢 就是需要做這個熔乳手術 那第二個最主要媽媽在身材上的改變呢 主要是就是這個身體的部分 因為肥胖還有皮膚的鬆弛 所以我們就是用抽籽 跟膚膚拉皮來改善媽咪的身形 讓媽咪回到這個少女般的這個身材 那這幾項媽咪改造手術 有的人會單做一項 有些人會全部都做 那時間上就會有長有短範圍會有大有小 那我們就借這個機會來跟李嘉穎醫師請教一下 這個媽咪改造手術的相關的麻醉問題 嗯 基本上呢這三項手術抽籽 做豐胸跟腹部拉皮都是需要做全身麻醉的 基本上呢如果是 胡醫師術中需要去例如說 針對於豐胸手術跟拉皮 在肌肉上面是需要做一些持續的放鬆的狀態 以方便胡醫師開刀的順利的過程 所以這個時候是需要再加一些肌肉鬆弛劑 那因為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的全身麻醉就是需要合併做插管的動作 那當然就是媽媽們不用太擔心這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就是都是全身麻醉 因為插管的這個動作呢也是麻醉完之後再做 那所以其實媽媽們不用太擔心這個步驟會知道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這三項手術就是都是 採用全身麻醉來做麻醉的方式 那這個媽媽改造手術啊通常都是比較長時間的手術 所以就很多媽媽就會很擔心說 我手術中會不會醒來啊 我會感到什麼不舒服的之類的 知道手術中醒來是很多媽媽們或是客人們 會覺得很害怕會發生的問題這樣子 那基本上麻醉科醫師呢在術中的過程當中呢 都會持續給予相對需要客人您需要的麻醉的劑量 那合併就是監測血壓心跳心慾跟一些呼吸 譬如說二氧化碳末端的吐氣的濃度 那這些的數據其實都可以合併 讓麻醉科醫師給予相對的麻醉藥物的積量 那所以不用太擔心就是樹中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就是是醒來的狀態 只要有麻醉科醫師在就不用擔心 所以麻醉科醫師其實並不是只有在那裡做麻醉 對 這個也是非常忙碌的 要一直不停的看那個心跳啊血壓 還要注意這個體溫有沒有變化 還要注意你的這個體液有沒有平衡 包含你的這個尿液的量啊還有精氣的水有沒有平衡 對 所以其實麻醉科醫師是很辛苦的 他是非常專心在注意維持病人的這個生命真相跟平衡的 然後也不是一個劑量從頭開到尾這樣 所以麻醉的劑量是會樹中都會有一些幅度的變化去做調整 然後所以給予就是客人一定的麻醉的深度 所以不用太擔心就是樹中會醒來的狀態這樣子 最後很多客人會擔心說 因為這個媽咪手術啊改造手術其實是時間相當的長 那他們會想說會不會我手術完會很久都沒有辦法醒來 然後我必須要睡在診所啊等等之類的 基本上也不用太擔心這個狀態 因為手術時間久當然相對麻醉時間也會比較久 那當然樹中只要是剛剛講到的就是密切的去監測一些 需要心跳性率的變化跟書衣的給予跟體溫的維持 因為其實如果是在樹中體溫太低低體溫的話 其實也會影響到麻醉代謝的時間 也會影響到梳醒的時間 那麻醉可以試的角色其實就是在監測這些的樹枝 然後呢給予相對應的麻醉的劑量 所以基本上手術完之後應該不會到非常慢行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需要過夜的狀態 那當然如果手術時間比較久 或是樹中有什麼一些狀況的話 有疑慮的話呢當然就是有麻醉可以是去判斷 樹中有這些狀況可能數後是需要再留管再更久一點的時間 那甚至需要過夜 可是這個都是例外 所以基本上這三個手術即便是合併一起做的話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會有任何什麼狀況出現這樣子 那也不需要過夜 我看李醫師在幫我麻醉的時候 都非常能夠掌握那個手術的這個節奏 每次都會問我說 是不是十分鐘還是多久之後就會醒來 我相信李醫師在最後在調整那個劑量的時候 會這個適度的按有需要時間調整 所以那個客人醒來的時間都非常的快 謝謝胡醫師 我覺得也是因為跟胡醫師麻醉的經驗是蠻多的 而且累積的次數手術時是蠻多的 所以大概也知道胡醫師的速度跟就是手術的一些習慣 所以就是默契培養得很好的話 其實大概就可以抓得很精準 麻醉藥物的劑量的給予跟拿捏 所以其實胡醫師幾乎就是很常手術完之後 很快就可以讓客人醒 也是因為默契的培養這樣 對 這一切都要謝謝李醫師 謝謝胡醫師 那關於媽咪改造手術的項目非常的多 有任何手術相關的問題呢 都歡迎來我的粉專詢問 那如果對於麻醉的部分還有更多不了解的地方呢 歡迎到李醫師的粉專找李醫師詢問喔 謝謝 謝謝胡醫師